在我录完这一部利用Google表单发送LINE讯息的教学影片后 有几位网友来问我一个问题 就是如何把表单里面的内容进行加总之后 传到LINE Notify里 那我大胆的假设一下 有这种需求的网友大概都是要拿来做订单 网路订单 那假如我的教学影片对你的电子商务有一点效益的话 那你可以寄一个你的产品来慰绕我一下 好 那Google表单本身没有这种功能去做加总 所以如果要做这些事情的话 我们一定要进行一些程式的撰写 那我们今天就来简单的说明一下 如何进行这一部分的程式撰写 因为每一个人的订单还有它的价钱都不相同 所以说呢我们并没有办法让各位直接复制程式码就可以计算 所以如果你要完成这一项功能 你一定要自己会懂得写一点点的程式 那在基本上你必须了解变数 那在程式设计上面变数有很严格的定义 但是你可以很简单的来想象它 你可以把变数想象成是一个箱子 你在程式的计算过程当中有很多结果 你可以把它都丢到这个箱子里面 最后呢你只要把箱子倒出来给大家看就好了 所以你只要想象变数是一个用来装你计算结果的箱子就好 那我们变数的宣告方式是一个VAR后面加上变数名称 也就是说你必须给这个箱子一个名字 因为我们在写程式的过程当中会有非常非常多个箱子 你不把箱子配上名字 你怎么知道你现在要把东西丢到哪一个箱子 或是你现在要把哪一个箱子拿出来使用 所以呢我们宣告变数的方式就是VAR空一格 然后给这个箱子取一个名字 就是变数的名称 这个是你要绘的 那接下来呢在程式设计里的加减乘除 你也要绘用 基本上加法跟减法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就是传统的加跟减 乘法在我们程式设计里用的是米字号 好那除法用的是斜线 这两个东西知道了 你接下来就可以改写我们的程式 来符合你进行加总计算的需求